大家好 我们是 蓝杆组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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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我要解剖小动物了 这个 这个 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现在来到了贺兰山 森林公园 是的 那今天呢 的行程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贺兰山 完了之后呢 我们逛完之后 就直接飞去 玩一天 对 非常成功 我们的飞机 应该是晚上的六点多的 所以我们今天 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会在贺兰山这里 那么呢 贺兰山这边呢 它是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说 驾车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开车了 如果你们是 没有就是自己去租车的话呢 大家 还是可以在 网上搜一下 他们有一个特定的点 是可以去上车 然后他们有直通 贺兰山这个风景区的车 所以看好班次 然后再过来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的门票呢 如果是学生呢 它是直接砍半价 嗯 就是这位大学生 全票应该是七十多块钱 应该是七十多块钱 好像是七十多块钱 如果是多的话 我待会再跟大家update一下 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是直接就是 坐他们的那个电瓶车上去 如果大家是选择说 不坐电瓶车 全程徒步的话呢 应该是四个小时就可以上到山顶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他们的价格表 嗯 我们买的就是 这一个 往返车票加他们的警区门票 那 我们呢 就是因为我是学生嘛 所以 我 还有我的表姐 还有 那个小妹妹 我们三个都是学生 呃 办票 那即使你没有拿到学生证 那我是国外的嘛 即使你没有拿到 但是 看你的身份证 他就可以当你办票了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游览地图 我们现在在游客中心 游客中心 然后 来到了 松涛山庄 就停了 来到松涛山庄呢 就要停 如果再往上走呢 就是走这边 就来到了 我们可以打卡的 这个青松岭 对 这个路 嗯 路 这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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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羚羊 好多好多 哇 这好美 我的天 你看这里 这个水好清啊 我们现在呢 准备就是往前面走乘车的地点 这边呢 这边呢 离那个 哇 所以我这边离那个 镇北埔 呃 差18公里 那完了之后呢 镇北埔呢 就是那个 大花西游啊 什么 呃 很多 很多影视作品都在那边去拍的 对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时间呢 还是可以去那个影视城这边看一下的 因为呢 大家也可以去打卡一下 因为刚才我路过的时候就看到了 之前大花西游呃拍摄的那个地点 我说哇 这就是了很棒很棒 对 那但是呢今天可能行程比较赶嘛 所以就没有选择去那个影视城 那然后呢我们就选择去了这个荷兰山 呃我们 就是沿途的风景的话呢 我们还是 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种葡萄的 还有那些什么 酒庄啊什么的 哇 一群羊 看不到 有了 哇 看到了耶 位置是松涛山庄 松南线和北线 北线就是您正前方的这条线路 低山岸的站道只能行走 按点八公里 也就是半山腰的位置 走到半山腰的位置 您就需要原路返回 单程时间大约为一个半小时 在老人和小孩子游客 请盛重考虑 您身后的这条线是南线 您可以选择两种方式 到达我们景区的核心景点 基松岭 一种是徒步 需要30到40分钟 一种是乘坐缆车 需要7到8分钟 到达金松岭之后 您可以选择继续上行 到达世纪塔和图安坑 也可以选择下行 到达樱桃谷 到达图安坑的时间 三成时间大约为一个半小时 到达樱桃谷 三成时间大约为两个小时 哈喽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松涛山庄 那现在呢我们就打算 那应该刚才你们应该有听到蒋姐 人说的话嘛 如果我们走这个北线的话呢 可能就是去到特定一个点之后呢 他们就已经是要返回了 那所以呢我们最终还是选择说去做这个锁道 好我们选择去做锁道呢 去到那个特定的景点 我其实很想玩他们那个海报写着那个丛林必玩 我觉得很爽 那如果看一下吧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这个时间去玩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那些羊啊 不是林羊对不起 是我支持溃乏 那个是岩羊 岩羊是就是山岩的岩 岩石的岩 岩羊 嗯非常成功 这个是个弥妇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这儿 一上来 我们就在这儿掐饭 掐 掐 掐水果 去到那边那个景色 哎 这是一个野餐啊 现在我们准备要做锁道那 价格呢就是60块王饭 40块单程 我们选择是往返 我尝试一下锁道吧 这个锁道呢它不是那种就是有门的那种 就是那种镂空的 所以很爽 我之前在长城也试过 在加拿大也试过 所以很爽很爽真的很爽 只要注意安全就好了 哇 这种就是那种滑雪的那种 这个你跟姐姐做 来了来了 坐 身体往前 小心腿 好的 哇 打了肌肤 嗨 少了看不见 没事 我看到 好爽 它这个没有安全带 有啊 有啊 这就是 这个就是那种 巷弄 哇 哇 耶 好爽啊 这种风好像我们洛杉矶秋天的那种风 哈喽 现在我们已经做锁道做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 我们就上来这个青松岭 青松岭呢 这里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荷兰山石头 就像我们在华山那边 我没去啊 就是我在看图的时候就是有华山的那个石头 就这里 就这里 这边呢有很多那些挂着红色牌子的许愿牌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现在呢 打算要去的是 啊 去看一下那个斩道 就玻璃斩道一样类似的 它现在的标志呢还是挺挺明显的 就是告诉你在往哪走还有几百米这样子 啊 加油 哇 向后起啊 好厉害啊 你抖啊 这里钓这个人啊 哇 哇 哇 WOOOOOO 哈喽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长沙 哈喽 哇 今天越南好美 我们现在来到了鱼人码头 这边就想着说吃个笑龙虾 我们吃的这个是叫巨味小龙虾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气很高的小龙虾 是的 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里好多小龙虾 我天 这里巨味 巨味宅气吧 应该是 就这个巨味小龙虾 我们这个餐厅呢 小龙虾呢就是 就直接就是在这个码头隔壁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完了之后呢 我们两个起了个名字 CP名啦 说一下 大家好我们是 蓝杆组合 太慢了 哇 现在好多人 这一条街都是吃小龙虾的 我觉得好厉害 我都以为很 哦 两边都是可以的 这是广东人特色洗碗 洗碗流程 湖南人也学会了 湖南人可能根本没有想过 要让我们这么干 给了个碗给了个水 我们今天要点很多虾吃 待会再跟大家说 现在呢我们的 一半一点点的菜上来了 我们点的有什么冬菇 which I'm not going to eat 因为我好讨厌的菇 完了之后 蒜香茄子 我们弄了牛肉 嗯 还有 两盘小龙虾 小龙虾是一个原味 一个是酱味的 非常成功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蒜油 茄子 哦 这边另外一盘又来了 嗯 辣辣的 辣辣的 一份呢 这个是吉松 小心啊 开餐 哇 这个手套好专业 好香 哇 这个手套 这个我要解剖了 我要解剖小动物了 哇 它开了 它很满心 它开了 它开了中间那一个壳 所以很好剥 这是紫苏味 这些说都有点辣 哇 辣吧 这个还是有点辣 哇 好肥 是吧 这个菜是 摩浴 这里还是吃个小龙虾 是吧 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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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战斗力 这已经是一盘了 我们刚收了一盘 这一边的小龙虾 确实没有 嗯 我们在广东吃的那个赫山的那一家特别好吃的 嗯 就是怎么说呢 它的味道是很不错很浓 但是呢它的虾太小了 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广东吃的那一家呢就是很大只很大只 然后口味的话呢 数量是比这边多的 对 所以大家呢可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这里 就是因为这边是香蜜 所以不要火 就什么 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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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味宅记 对 巨味宅记 这家店还是可以去 嗯 还是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现在呢我们在吃的是这个 嗯 这个这个 皮蛋瘦油豆 嗯 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差不多了 嗯 好 那我们明天见发 别忘了关注我 还有给我评论 好了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我来到了 这个清点的素 好美哦 好光观哦 我天 哎 哎